世界上最强的10种不死生物 第二名死后4万年可以复活 第一名可以在零下150度环境生存 自然界的生物充满了神秘的气息 它们拥有着人类梦寐以求的能力 而人类跟它们相比 似乎除了智力以外一无是处 那么今天就跟着阿军 一起去探寻那些生存力强大的生物吧 视频时间较长 建议收藏后观看 断掉丁丁还能存活的生物 蜘蛛 关于蜘蛛的一些奇特事实 可能会让你庆幸自己不是一只蜘蛛 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你将听到一些令人大跌眼镜的真相 首先 雄竟蜘蛛有两个被称为触之的丁丁 奇怪的是 这些丁丁于它们的脸部附近 我猜这是因为它们的身体下端 已经没有空间了 当雄竟蜘蛛和它的心上人交配时 它会把自己的处之折断 只为了能赶快逃离磁性蜘蛛 而那些被折断的丁丁 会在雄性蜘蛛离开后继续在磁性蜘蛛体内受惊 现在失去了两个丁丁的雄性蜘蛛 更加轻盈 处于更有力的地位来与其他雄性激烈竞争 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它会如此基于逃离磁性 以至于不惜舍弃自己的丁丁 那是因为它不想死 磁性蜘蛛不仅能控制交配的时间 有时还会在交配过程中决定吃掉雄性蜘蛛 有些雄性蜘蛛已经开始反击 坚决不在交配过程中被吃掉 但有些雄蜘蛛还是选择尽快逃走 所以还是身为人类好啊 全身都能呼吸的生物 蟑螂 由于它们在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中生存的能力 蟑螂的适应力和生存能力令人称赞 一些蟑螂甚至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后的土壤中 被发现仍然活着 除了能在几乎能杀死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的环境中生存外 它们的独特生理结构也意味着 即使它们受到你认为可能致命的伤害 它们仍然能够活着 这是因为它们有开发的循环系统 并且实际上是通过身体的不同部分的孔洞呼吸的 这就意味着即使它们的头完全被割断 它们也能活上几个星期 最终它们会因伤势死去 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无法呼吸 而是因为没有口 它们无法喝水或进食 最终会因口渴而死 一整年不吃东西的生物 蝎子 当谈论蝎子时 先说说人类 我们通常不进食 只能生存一个月 但蝎子却一整年都可以生存下去 它们可以将其新陈代谢 减缓到一只蚂蚁的消耗水平上 它们在适应环境变化方面 是真正的大师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它们能在数亿年间生存下来的原因 它们可以生存在大多数温度和环境中 事实上 甚至有一只蝎子 在被冷冻后还能恢复生命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蝎子也是能够在冰层环境中生活的生物之一 但如此强大的蝎子 终究还是抵不过药酒的浸泡 没有身体还能咬人的生物 蛇一般来说 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死亡 一旦失去生命 你基本不可能有机会进行最后的反抗 除非你是一条蛇 虽然你仍然无法真正复活 但你能够做出扭动的动作 众所周知 死去的蛇常常会保持其反射性动作 这真的很奇怪 但毕竟现在是2024年 奇怪的事情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 响尾蛇尤其危险 一位德克萨斯的男子 在做普通的院子工作时 碰巧看到了一条1.2米的响尾蛇 鉴于此 他做了许多爱蛇人士会非常生气的事情 他用铁锹将蛇的头弄下 但这位男子去处理那个被掉下的头部时 却被他咬了一口 是的 真的被掉下的蛇头咬了他一口 并且咬得很深 这位男子显然接受了大量的毒液 使他病得很重 当他被空运到医院时 他接受了大量的抗毒素治疗 最终使他的病情稳定并安全 所以野外遇到蛇 就算你认为你已经解决了他 也最好别去碰他 拥有下棉能力的生物 废鱼在当今的世界中 有许多被称为活化石的动物 这些是从史前时期就开始生存的生物 它们的存在非常古老 这不仅仅是需要有强大的本领 而是有能力经受灭绝级别的灾难 而废鱼就有这种能力 对于废鱼来说 它们具有被称为下棉的能力 下棉是一种类似冬年的现象 其中废鱼会将自己埋在地下 并使用一种特殊的年叶茧来保护自己 当它进入休眠状态时 它可以在茧中生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为了获取所需的营养 以维持生活 它甚至会吃掉自己的肌肉组织 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 估计有四亿年之久 这种生物估计就只有自然死亡 能真正消灭它了 你会在哪个季节入年呢 没有头依然存活的生物 麦克鸡 有句话叫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然而现在 有只没有头的鸡 依然可以活蹦乱跳 让我给你介绍一下麦克 一个真正的无头鸡 是的 它很活跃 或者说 它曾经很活跃 麦克的主人曾带着它去后院 打算把它做成晚餐 供家人享用 然而 它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它成功地砍下了麦克的头 但错过了它的颈静脉 这导致麦克并没有立即死去 事实上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就这样被砍下头的麦克 竟然还活下去了整整18个月 这期间 它的主人会给它滴入油牛奶和水混合的液体 作为养分补充 麦克就这样持续活着 直到一天 它因为噎到一粒玉米而死去 这个事实令人震惊 因为很难想象 有什么动物 在失去大脑的情况下能活下来 更别说是 活过了整整18个月 无限再生的生物 熔原 如果你想列出一系列 坚韧生存的动物 那么你会发现 熔原基本都在绑 这种动物一直被视为 长寿与不朽的象征 甚至被那些相信神奇力量的人所津津乐道 他们认为 熔原神奇的再生能力是超自然的 熔原有一种奇特的能力 即 它能够再生被切掉的任何身体部位 更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再生出来的部位 实际上具有与原来一样 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好的功能 这主要是由于 熔原体内特殊的蛋白质 有助于细胞的复制 这种蛋白质 在人体中也可以找到 虽然数量较少 但它们帮助我们愈合伤口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也能够再生肢体呢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 但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地研究了熔原 以及它们的独特能力 该如何在未来造福人类 大脑分布在每个触手的生物 章鱼 我相信你一定在网上 看过这样的视频 以至章鱼在被切割后依然会动 实际上 在韩国和日本 吃新鲜的章鱼 是一种普遍的美食 然而 真正能够在被切割后依然存活的 并非是章鱼的躯干部分 而是它的八指触臂 这些触臂在被割下后 会继续行动 而这也是它经常会卡在人的喉咙里 导致意外的主要原因 之所以章鱼的触臂 在被割下后 仍能保持活动 背后的原因 相当引人入胜 这是因为它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是独一无二的 章鱼的大部分神经细胞都位于触手中 而不是我们常认为的大脑 而且即使触手与主要的大脑不在连接 它们也能继续对刺激做出反应 事实上 即使当章鱼已经死去 触手被切断后 它们仍能持续对刺激做出反应 如果你有这种能力 你希望它在什么部位上呢 冰冻四万年后复活的生物 西伯利亚如虫 是在西伯利亚发现的一种非常擅长求生的献虫 这些献虫被发现时 已经被冻结在永久动土层中长达四万两千年 它们与虫类相似 但要小得多 只有一毫米长 可以生活在地表下近一千六百米的地方 科学家们将这些献虫解冻后 它们又开始动了起来 甚至恢复了正常的进食 动土献虫能够在冻结数万年后 存活的秘密在于它们的隐附生命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生物体可以耐受水分或氧气的完全缺失 甚至能够抵抗高温和低温 或者湿度急剧变化 即生命活动几乎停止 但却并没有真正死去 动土献虫的新陈代谢减慢到极致 体内所有的生理活动都保持在最低水平 然而 它们的身体并没有因此而被破坏 它们仍然保持着生命的可能性 直到环境条件变好 比如温度提高或湿度增加 动土献虫这时就会复活 这么看来是否人类未来也能拥有这样的能力呢 能在零下150度不被冻结的生物 北极毛毛虫 想象一下作为人该如何在零下100度的环境下生存 但却有一种生物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平稳生存 它就是被自然赋予了在极端环境中存活的北极毛毛虫 比如长时间的冰封和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依然能存活 北极毛毛虫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深度超冷 既保持体内的水分在冰点以下保持液态而不立即结冰 是它们的生存秘密武器 它的原理是通过增加体内抗冻蛋白和冷冻保护剂的含量 毛毛虫可以防止体内形成冰晶 降低体液的结冰点 使其在低至零下150摄氏度的环境中维持液态 从而保护细胞和组织不受损 虽然并不能保证在所有极端低温环境下生存 但北极毛毛虫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向我们展示了 生命如何在最极端的环境中寻求生存的秘密 所以当我们谈论我们的生活如此糟糕的时候 也许可以想一想 这个能在极寒中生存的小生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这些生命力顽强的小家伙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够适应并且生存 让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奇妙 同时我们自身也应该如同这些小动物一样 不断地进化自己 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 你们说是吧 最后感谢各位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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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